我怎么知道 Format 或者 VBA 里面到底有多少个函数 其实我刚刚讲,你可以打 VBA 点一堆 可是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多了解 其实有个方法 坊间有那种书籍,就专门 就是有点像 VBA 的字典 它里面的函数的字典 它里面就会帮你把它一个一个的解释 如果你不想买那个,像我自己习惯就按 F1 F1 不是我刚刚会跳出 Format 这相关说明 然后如果你想知道它里面有多少个函数 你看清单这边,应该是左边这边 它往上卷动,这边就有函数 这个函数其实就是 我们一般有翻译成函数或者函数 其实就指的是同样的东西 你可以怎么样,可以点击它 它里面就有一个所谓的概观 其实里面就是所有 VBA 里面 所有的函数 就是通通会帮你列举在这里 包含什么呢?转换函数 或者数学函数 行别函数等等的一堆 列这么多 当然 如果你想要彻底了解 像我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我很认真的 我每个暂时用不到,没关系 我把它打开 然后我稍微记一下,笔记一下 等到哪一天突然需要的 我好像记得在这里面有哪一个函数 好像可以做出我要的那个效 那我可以打开试试看 里面有一些 sample 反正就try一下 有些东西说真的 我怎么写出来的 我大概就这样 想推论大概是这个 再来就试 试出来之后 如果ok,那就是我最后程式的结果 所以有些东西 我写出来的程式 可能跟坊间的书籍 里面那个程式 写的是 应该长得又完全不一样 有同学说 到底怎么会这样? 你的程式怎么跟别人又不一样? 本来程式的东西就是没有标准答案 反正你只要写出来是对的 合乎逻辑的 合乎它物件的要求 那就是对的方法 没有说规定百分之一百 一定要照那样的写法 没有 ok 基本上我自己写程式的习惯 就是第一个 程式越直觉越好 就是我是这样想 我就这样写 第二个的话程式越简短越好 没事的话程式写在那边一堆干嘛 你会发现我写这样的 可是有些其他书上的作者 虽然写一样的东西 可是写的程式就是写一大堆 为什么? 可能要赚港费吧 可能写太少 太薄了 不知道怎么计价 没有开玩笑 因为也许有些书像日本人写的书 哇超认真的 他们就就是比如说像宣告变数 有没有像那个I有没有 那实际上在VBA的规定是可以宣告 宣告的话就DIM 定这个变数是什么形态 那你可以宣告 但也可以不宣告 OK也就是你要爱宣告可以不宣告 有点像是说你今天如果去某家餐厅吃饭的时候 你可以order位置你也可以不order位置 意思是说反正那位置那么多 因为生意不好 反正你去就有了 那你 当然就我的想法是说 那根本一定去就有的话 那你干嘛定 对不对 就像现在的火车好了 因为疫情关系 你根本也不用order 因为去或者平日吧 你根本不用定位啊 对啊 你去随便爱坐哪个位置 甚至有一次我坐自祥号 我下午的时候 爱死报 等于里面没有半个人啊 对不对 而且有时候啊 我如果说我用刷优卡 有没有 跟你买票啊 这个费用又不一样啊 OK 当然如果刷优卡也是有位置坐 那你买票也是一样有位置坐 可是费用会好像至少多百分之二十以上吧 那当然你想一想 那何必啊 对啊 去就好了 意思道理一样 宣告要不要宣告 所以我的想法 不用宣告嘛 反正他记忆级够大嘛 OK 这样就可以省很多行了 所以以后你看到别人这样的写法不是不正确啦 是说我的习惯能省则省 能少一行就少写一行 这个是自己写作的风格哦 OK 所以大家慢慢我想后面一样 我们主要还是解决问题为主 所以如果你想要彻底了解里面的东西啊 也许你按F1里面有蛮多的答案的 但是它有个缺点啊 里面就是写的怎么样 就是那个叙述方法 会写这样的 会传回True 如果运算是为日期或便是为有效的日期或时间 否则它会传回False 这什么写给谁看的啊 这比小学生做还烂对不对 OK 所以意思说它这个不是啊 所以我说这写给公子是看的 所以你不要每个字都特别去抓到它的毛病 你就要略读略读 你就要略懂略懂 然后会比较懂 OK 所以刚开始我看这个我也没办法接受啊 怎么会这样子 而且这微软的 好 那大概是这样 底下大概也许不然你看不懂也许看范例 大概会有这种相关的东西啦 可以参考 其实它里面放的东西资源也蛮多的 我在想也许啦 可能因为是因翻中的关系 翻过来 他可能没有在做后续啊 找一个真的比较符合文法 中文法的人去帮他做一个这个论试啦 那待会请可以再开另外一个范例 这里面很多个 其实每个都有答案 而且我觉得都还不错 一百五十一这一个 请各位把一百五十一这个范例打开 那待会的话也许我们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哦 里面 不是 这个不是大 这个是抓那个瓜虎里面的字放在这里 那这边已经有答案了 请你把这个答案删掉 OK 那请你自己想想看 我想你自己想怎么样 要想很久 想到下课可能还想不出来 我先把重点带一下好不好 那你不一定要说被我给限制住 你可以自己想别的函数 方法绝对不是只有这一个啦 OK 那我们大概会需要什么呢 第一个哦 因为其实我要做的动作就是把瓜虎里面的字提取过来 那如果没有的话还是没有 如果有就是抓瓜虎 而且这个瓜虎还有区分全形跟半形 这边是半形的 所以他逻辑他还是这样 我想到的 要不你用函数 要不用VBA VBA其实也做得出来 OK 那做的方式的话 第一个你要想什么 我先用 其实有个叫MID函数 前面用过 MID的话意思说 我如果先找到瓜虎 那瓜虎后面这个字 所以加1 有没有 所以我要找这个位置 那你需要用什么 用FINE函数 FINE前瓜虎的位置 把它加1 就是前瓜虎后面这个字 从这个字之后 帮我找到后瓜虎的位置 那后瓜虎的位置 再减掉前瓜虎位置 可是前瓜虎位置 跟我要抓的位置相差1 所以再减掉1 那就会是我们要的结果 可是呢 会有种情况 因为FINE 如果说你丢给他资料 里面却没有前瓜虎后瓜虎的话 它会产生value错误 就是你给我错误的资料 让我找不到 所以他会有个错误讯息 如果你要把它过滤掉的话 那你可以用if al函数 OK 大概解释 所以这边会用到三个函数 至于怎么做 也许各位可以先想想看 那这个是第一步骤 第二步骤的话呢 就是我们一样练习VBA 然后第三个就是 再把VBA也许不是丢公式 可以先丢公式 也可以不一样丢公式 用什么呢 VBA里面的方法 然后把它完成 给大家会有三个步骤 好来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请各位先把刚刚的范例 先把ending 然后再来开启151这个瓜虎 截取瓜虎自串的这个范例 试试看 当然这个范例 也是还蛮常遇到的 如果说你不会用函数或者VBA完成 变成你就要涂把链钢了 其实还蛮常遇到的 因为像我们常遇到的 我希望从某一个栏位里面 但是我不是要全部的资料 我只是要 那一个栏位里面的某部分资料 那某部分资料有一个固定的规则 那我如果把那个固定规则 把它变成一个公式 然后取得我要的结果 快速的就可以把其他的资料 一下子全部都抓到了 否则真的是 可能你这 如果用突发认刚好 可能用到下班都还弄不完 那还有呢 在范例档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范例是更复杂的 像之前有同学 就是用网路爬从 爬到的资料 那爬到的资料 它不是要全部 它是要那个资料里面的某部分资料 那道理其实也是类似像这样子 如何从你的出生格里面 只取得你要的那个部分 放在一个另外的栏位里面 这个其实跟那个 那个取那个几年次 那个有点逆取同工资料 所以其实通常我们遇到最多的就是 把栏位里面的部分资料放到产生之后 我才有办法做后续的报表 否则的话如果我没有取出来 那我不能说用这个原始栏位的资料 来当成报表资料的来源 这就会出错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好方法 评成怎么样 除外来跟他点两下 复制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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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太累了 如果每天都要复制贴 那真的 对面也太辛苦了 但我发现真的还是有人 不会对的方法 每天都在复制贴 所以C、C、C、V 好像有些同学 好像有些人是最熟练的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动作 变成一个回圈 这事情就搞定了